周一 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耶维兰在前往埃皮纳苏纳特的行程中宣布 军队和消防员将部署至少35个疫苗接种场地 目标是能够把从4月底交付的所有疫苗全都用上 奥利维耶维兰3月22号星期一表示 陆军和消防人员将针对新冠肺炎疫苗部署至少35个大型疫苗接种中心 他说 法国陆军卫生部门将致力于建立许多大型疫苗接种场地 我们可以称其为疫苗接种中心或者是大型中心 他继续补充说 这是为了当局能够利用4月份到获的疫苗 为法国人进行大规模接种 奥利维耶维兰重申了4月中旬将增加100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的目标 此后还将继续加快疫苗注射的进度 因为疫苗供应也会持续增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